YOLO V9 一個強大的物件偵測模型 從標記資料到訓練模型 手把手帶你完成自己的 電視系統 在實作開始前 我們必須要安裝相關的程式 那因為這些程式安裝非常的簡單 在影片中我們就不再贅述了 可以點擊下方連結 連結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就可以看到像是影片中的畫面 在資料下載中的連結 點進去就可以看到我們要安裝的程式 還有要安裝的方法 照著做就對了 左邊的這個Git呢 它是個版本管理軟體 我們只要用它來下載Github上的程式 右邊的Anaconda 則是軟體套件的管理系統 我們可以用它來建立 非常多不同版本的開發環境 在我們的電腦中 安裝完Anaconda後 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可以點擊左邊的第二個按鈕 就可以看到我們建立的所有環境 接著點一下下面的這個加號 我們就可以輸入我們自己想要的 新環境名稱 還有Python的版本 選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按一下確定鍵 讓它新建一下環境 新建完成後 我們就可以點一下這個箭頭 然後開啟終端機 打開終端機以後 就可以看到虛擬環境的這個名字 那就代表我們環境已經建立成功了 好 那接著我們輸入 PIP install label image 這個程式 就把它載下來 這個程式主要是我們等一下打標籤的時候要用的 安裝好之後 我們只要直接在中端機再輸入 label image 那它就會自己打開程式了 看到這個畫面代表你就安裝成功了 好 那接著我們就在桌面建立一個我們自己要放圖片的資料夾 在這資料夾中我們還要建立一個放圖片 還有一個是放標籤的兩個資料夾 在裡面呢 我們還會再放測試機 訓練機還有驗證機的這三個資料夾 訓練機就有點像是給模型看的教科書 那驗證機就有點像是小考 那最後的測試機呢 就是來測試說我們的模型到底訓練的好不好 好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照片 分別 放在這三個資料夾裡面 那一般常見的比例是 8比1比1 也就是說我的訓練機假設有800張照片 那我的驗證機和測試機就分別會有100張照片 那在標籤資料夾的部分也是一樣的 分成 訓練機、測試機、驗證機 好 那因為我們還沒開始打標籤 所以資料夾裡面都會是空的 接著就打開我們的Anaconda 然後開啟中端機 打開我們的LevelImage 就是我們剛才安裝打標籤的程式 然後我們一樣把它打開 好 一樣把它打開 好 接著我們選取到我們的 這個圖片的路徑 好 我們現在選取我們的訓練集 就是Training這個資料夾 選完之後 你就會看到它裡面的圖片就跑出來了 接著的話你選標籤的資料集 一樣就是對應到Training Training的資料的這個 OK 點完之後呢 記得這個地方要改成YOLO的格式 那在標籤前我建議把上面這兩個選項都把它打開 待會打標籤會比較順手 那快切鍵的話就像圖片中所示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打標籤了 我們先把它框起來 然後輸入我們的標籤名稱 我們叫Player 輸入完之後就可以按D 下一張 然後再按W 拉框 就會直接重複這個動作 把我們的圖片都打完 打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檢查看看 有沒有照片漏掉的 好 如果都沒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關閉視窗 然後來看一下Label裡面 它就會幫我們直接建立好了 這些表籤的資訊 好 那最下面這邊就會有我們類別的名稱 Player 好 接著我們只要把它整包壓縮 壓縮成ZIP檔 壓縮成ZIP檔 壓縮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我們的 Google雲端上面 去把它丟上去 丟到自己的雲端資料夾 接著打開Google Collab 在Google Collab中我們會提供程式碼 一樣就是在下面的連結 那打開我們提供給你們的程式碼後呢 就可以看到用這個畫面 那我們就把每個格子執行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連結到我們的雲端硬碟 選擇帳戶然後按確定 全線都接受 好 接著我們先打開我們的檔案總管 然後把Yolo V9的資料夾 下載到我們的Google Collab中 好 下載完 重新整理一下 欸 這邊就會跑出來 我們下載著Yolo V9的資料夾了 好 那接著我們就安裝一些相關的套件 那這些版本都會藏在 這個Yolo V9的資料夾裡面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裡面就會有各個套件的對應版本 那直行我們就會把這些對應的版本都安裝到我們的環境中 好 安裝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繼續看到下面有沒有錯 OK 都沒有報錯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資料夾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資料夾 從雲端複製到我們的Collab中 然後再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 就把它移過去 你看 這邊它就把它解壓縮搬過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丟到我們雲端硬碟的資料夾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一個我們要用的 預訓練權重 然後調整好我們的設定參數 不會設定的話 就直接運行就好了 欸 等一下有個地方沒改到 就是在這個 YAML檔裡面 這個裡面就是我們指定的一些資料夾的路徑 還有我們的類別數量 還有我們的類別數量 那我們都把它刪掉 改成我們自己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訓練集 驗證集 還有測試集 然後還有我們的標籤數量 我們標籤數量是一個嘛 只有Player 所以就是1 然後我們的類別名稱是Player 那接著我們就把 訓練集 驗證集 還有測試集的位置 路徑把它複製過去 在這個Dataset裡面 然後圖片的 training 複製入鏡 把它貼過來 驗證集 驗證集 跟程式集也是一樣的 好 貼完之後 Ctrl S儲存 然後檔名也要改一下 好 改成跟我們程式一樣 看就好了 然後我們再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成功改過去 OK 這樣子就沒問題了 那我們再執行一次我們的程式碼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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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錯 看一下 喔 這個路徑沒有複製到 把它改過來 這是來抓我們資料夾的這個檔案 ㄟ 好了 接著就成功了 那就等它訓練完成 好 那我們這種在Google Collab上 訓練的方法是使用 Google它提供的這個GPU來去做訓練的 所以它 我們對於我們這種免費的用戶 每天都還是有一定的用量限制 那如果你的電腦本身自己就有GPU的話 你就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面訓練 就不會有這個限制的問題出現 那對於我們這種簡單的妝案 免費版就夠用了 好 那在訓練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在它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去找到它的一些訓練的結果 就它的一些評估指標 像是這裡就有什麼F1的圖啊 各種圖 那因為我們本集影片只是教大家怎麼去用 詳細的理論知識 我們在這邊就不做說明了 好 那它訓練完的權重呢 就是在這裡 點BT這個檔案 那我們只要把它改過來就可以了 一樣把路徑貼過去 然後下面這就是我們要測試的圖片 然後下面這就是我們要測試的圖片 好 運行 好 等它算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存在這個資料夾 我們去裡面找它 接著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訓練的模型 算出來的圖了 那如果你發現你的標籤不是特別的準 那你標籤可能是沒打好或者是打歪了 導致你的模型之後訓練的不是很好 那它像這個Player後面的那個分數 就是它的信心值 它最高最高就是到1 就是0到1這樣子 那假設你今天想輸入的不是圖片 而是像我們開頭影片呈現的那樣的話 你可以把下面這個0的地方 改成1 然後再運行 然後它就會直接串到你的鏡頭上來 你就可以用你的鏡頭 直接照到你想要辨識的畫面上 那它就會直接有像影片上的這種成果 是不是很簡單 關注我 了解更多奇怪的知識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